深圳泄洪禍及香港 城市癱瘓被淹 廣東深圳暴雨成災 外賣小哥游泳 市民華龍舟被禁播 美元走勢一枝獨秀 人民幣逼近16年以來新低 中共部隊被開刀 要軍人帶頭生三胎 中國喉鬥病例暴增 首次披露女性病例 品牌麻辣燙火鍋店頻頻爆雷 羊肉中餐豬鴨肉 印度軍方秘密評估中臺戰爭可能性 研究對應方案 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快報 我是天心 今天是美東時間9月8號星期五 訂閱新唐人 瞭解最新藥溫 首先來看到香港的暴雨洪災 香港時間7號晚上11點 香港天文臺突然發布黑色暴雨警報 香港遭受了140年以來最大降雨 再加上同一時間 深圳的緊急泄洪 著實坑了香港一把 造成至少兩人死亡 至少139人受傷 全程幾乎癱瘓 民怨沸騰 然而 港府週五召開記者會再三解釋宣稱 由於遭遇極端情況 來得及可預測性低 好難掌握 強調是因特大暴雨 與深圳排洪無關 不過 許多民眾並不相信官方的說法 不少港人指責說 深圳當局為求自保 選擇放閘洩洪 將洪水排至香港 深圳宣布洩洪後 深圳應急管理局處長王長孝宣稱 深圳水庫洩洪以後 就沿著深圳排到深圳灣裡去了 也就排到大海了 泄洪量每秒80立方米 可能對下游影響不大 不過 香港01報道 在泄洪三小時後 由於深圳水庫的水位 超過最大的汛線水位 深圳在8號凌晨3點 把每秒80立方米的泄洪量 增加到每秒120立方米 顯然並非如原先設想的 流入大海那麼簡單 至於何時才能停止泄洪 王長孝宥稱 可能要持續10個小時以上 具體要根據降雨的時間來確定 除了香港外 深圳廣東等地都是洪水重災區 中共氣象局表示 廣東省中部和西南部地區將有大雨 並持續到9號凌晨 降雨記錄顯示 深圳12小時內降雨量達465.5毫米 是1952年以來的最高記錄 此外 深圳北部的工業城市東莞 報告了15年以來的最大降雨量 深圳邊境附近地區 有100頭豬被洪水淹死 深圳市民李先生8號對大紀元記者說 市區裡淹了好多地方 特別是那些地下停車場 淹得最厲害 水庫泄洪肯定是有的地方會淹 特別是低洼的地方淹得厲害 平時便宜的青菜漲了幾倍的價 一把青菜都要十多塊錢 另外一個視頻中 一名廣州的外賣小哥在馬路上游泳前行 然而無論風雨再大 也擋不住中共對維穩的熱情 一個視頻顯示 廣東揭陽市 有一對市民直播在洪水中滑龍舟 隨後視頻彈出來 房間被封禁的提示而黑屏 有網友諷刺 連苦中作樂都不允許 根據所謂的治安管理處罰 修正案草案 封這個直播間屬於傷害中華民族感情 因拘留 由於美國經濟數據強勁 8日美元迎來9年來最長的單州上漲勢頭 美元指數有望連續第8週延續漲勢 迄今為止已上漲0.7% 而與此同時 人民幣收盤價創下2007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8日人民幣對美元在岸價離岸價雙雙極措 人民幣離岸價跌破7.36關口 接近離岸市場成立13年以來的歷史新低 在岸價繼續下跌 一度失守7.35 創下16年以來的新低 今年迄今為止 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下跌約6% 與離岸人民幣一起是表現最差的亞洲貨幣之一 香港《經濟日報》報導分析人士認為 中共央行試圖給匯率維穩 但基本面疲軟 著實令貶值 預期難以扭轉 短期內中共依舊會介入 繼續控制貶值速度 而近期市場也在猜測 中共監管層是否會推出新的匯率維穩手段 會提振出生率 中共開始從黨內開刀 央媒新華社報導 中共主席習近平日前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 簽署命令 發布軍隊實施計劃生育辦法 內容共33條 大意是鼓勵軍人生育 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 並新增育兒嫁 獨生子女父母護理嫁等措施 9月10日起實施 官方統計 2022年中國內地出生人口 跌破1000萬人大關 僅956萬 創下1949年建國以來新低 據媒體估計 今年出生人口有可能低於800萬人 8日中共疾控中心稱 8月喉豆病毒感染501例 遍及北京 上海 廣東 浙江 河南 重慶等25個省 98.9%為男性 其中有92.5%的病例 明確為男男性行為人群 另外有5例是女性 發病前21天內都有異性性接觸史 這是中國第一次公布喉豆感染中有女性病例 不過中共一向數據造假 真實的感染情況可能更嚴重 2022年5月 喉豆疫情突然出現 並迅速蔓延到歐洲 美洲 然後蔓延到世衛組織管理的全部6個區域 有110個國家報告了約8.7萬例病例 和112例死亡 加拿大中醫學院教授劉醫生向大紀元表示 儘管中共官方承認 中國的喉豆有90%以上發生在南河南同性戀性行為 但是中共可能想隱瞞同性戀總量 而隱瞞喉豆的真實數量 另外 喉豆不只發生在男性性行為中 還會通過性網絡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中國新聞週刊8日消息 視頻博主喉大碗爆料說 知名品牌張亮麻辣燙掛羊肉 賣豬鴨肉 他在一家門店買了三盒羊肉 但送檢後卻發現 裡面有豬肉和鴨肉的成分 之前他還爆料說 巴弩集團旗下超導自選火鍋北京和聲會店 購買的四盒羊肉卷檢測出鴨肉成分 7日 巴弩集團承認餐有鴨肉 並賠償顧客835.4萬元人民幣 有中國網民表示 羊肉餐價是行業的潛規則 可能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 用低成本謀取暴利 連鎖經營專家文志宏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用鴨肉冒充羊肉 在火鍋行業由來已久 特別是一些低端不知名品牌相當普遍 而這一切都基於暴利 成本或許能差出數倍 第二 真假難辨 食品安全博士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會 專家組成員劉少偉說 用肉眼很難直觀地辨別出羊肉卷是否參加 而使用檢測儀器又不太現實 這也是一些參加者得逞的原因 美國之音報導8日 被視為北京文化公共領域領軍人 耿蕭南可能出獄 許多人權活動人士和公眾人物都在關注她的處境 並呼籲恢復自由和公民權利 公開資料顯示 耿蕭南49歲曾任瑞雅書業總編輯 並與丈夫秦征共同創辦了傳奇天徽影視文化公司 她因為公開聲援批評習近平的學者許章潤 而被判刑三年 她的前代理律師尚寶軍認為 耿蕭南出獄後可能仍然受到限制 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表示 耿蕭南和許章潤 都是中共搞殺言論自由的受害者 在習近平政權下 言論自由受到更大壓制 同樣估計她出獄後 可能會面臨更大的限制 海外知名評論人江峰跟鐵說 對中共來說的高危人群 出獄後需要冷治數日 需要等待兩方面反饋 一是反華勢力有無新舉動 而是中央有無新應對 家人和支持她的飯圈都在被觀察中 對中共而言那是真痛真怕 8日印度時報引述印度高級官員的爆料稱 印度正在研究 應對中共如果入侵台灣的方式 大約6週前 印度最高軍事指揮官 國防參謀長喬漢上將 委託進行一項研究 探討美國及其盟國 捲入的任何涉及南海戰爭的影響 並探討印度可以做什麼 將評估各種戰爭情況 以下是其中三個具體的方案 一 如果戰爭時間不長 可以採取強硬的聲明 但如果像俄乌戰爭一樣曠日持久 那麼只有聲明是不夠的 二 還有一個方案是 印度充當後勤中心 為盟軍戰艦和飛機提供維修和保養 並提供食品 燃料和醫療設備 三 另外一個極端方案是 評估印度直接介入中印北部邊境的可能性 從而讓中共開闢新的戰場 這個方案雖然沒有設定研究出來的最後期限 但印度軍方奉命儘快完成 屆時所有準備好的方案 將由印度總理莫迪等人挑選決定 報導還提到 印度和中共雙方已經調動了數千名士兵 大炮 坦克和導彈 已經靠近這條長約3500公里的無標際邊界 嚴陣以待 8日 菲律賓船艦在進入仁愛礁 不料卻遭到兩艘中國海警船和10艘海上民兵船之阻擋 只是近5週以來 菲律賓第三次試圖給礁上的坐貪軍艦補給 消息來源於美國史丹夫大學 妙手計劃負責人鮑爾 他引述中共 導住航綜合暴物系統的數據說 中國海警5305艦和中國海警21551艦 連同10艘海上民兵船阻擋 附近還有貨櫃船長征一號 當天 中共海警局發言人對此事的解釋是 未經中共政府允許擅自進入 中共海警對菲律賓船隻進行了全程跟監 而菲律賓則回應譴責說 中共海警和海上民兵的行為非法 具有侵略性破壞穩定 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斯一向支持美國 反對中共在南海問題上的侵略 還強硬面對中共 曾表示不會從仁愛礁 拖走象徵主權的二戰軍艦 遭到中共多次刁難 今年2月 小馬克斯曾明確 菲律賓對領土寸土不讓 好的 鎖定最新要文 請訂閱新唐人快報 別忘了留言和點讚 我們一起傳播真相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